台媒披露 大陆海关近100多家台食品厂产品进口 再传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可能将于星期二8月2日抵达台湾的消息之际 台湾媒体报道 中国大陆海关总署星期一1日晚发布公告 针对未完成更新注册的100多家台湾食品商 禁止进口 具体项目包含浓郁产品 饼干饮料等 记者经查询大陆海关总署官网 证实了这项消息 并发现不少台湾食品业者的生产企业注册信息 已在大陆海关总署状态栏显示为暂停进口 当中不少是台湾知名业者 包括统一企业、维利食品以及泰山企业等 大陆海关总署是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 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 禁止台湾商品进口 记者也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说 大陆官方赶着做出这项决定 标靶十分明显 它否认这件事和佩洛西可能访台有直接关系 但提到大陆商务部港澳台司 国台办经济局已经知道此事 并强调大陆了解禁止台湾商品进口 对两岸经贸的影响 消息人士也指出 这些商品都是使用台湾农产品、水产品 如凤梨酥、果汁等为原料 一旦停止进口 将进一步打击台湾食品业和农业 大陆早前已禁止从台湾输入凤梨、联雾、世家、以及石斑鱼 金融时报7月19日率先报道 身为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的佩洛西计划 8月访问台湾 届时将成为25年来访台的最高层级美国政要 这项消息随后引起中国大陆的不满 中国大陆外交部曾于7月21日警告美国 如果美国一意孤行 中国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应对和反制 并说 我们说到做到 中国国防部7月26日也表明 若佩洛西坚持访台 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 佩洛西上星期五7月29日展开亚太之行 据美国众议院议长办公室在当地时间星期日7月31日公布 佩洛西的出访行程 包括新加坡 马来西亚 韩国和日本 但未提及台湾 永远